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回复一个朋友的留言 这个朋友很早以前提出来 请明哥能不能聊一聊关于偏重的问题 偏重的问题 这个朋友很早以前提出来的 一直没有时间回复 今天我们来利用这个时间回复一下 偏重 所谓的偏重 那么这个词是出自王宗岳的太极权论里边 偏重则随 偏重则随 偏重 偏重则随 随就是灵活 那么偏重则随 随就是呆至 停至 那么 还有呢 王宗岳的太极权论里呢 还有呢 就是 左重则左须 右重则右咬 咬 木字 头 下面放一个日 咬 就咬无音讯的咬 那么首先 我们回复这位朋友的留言之前呢 搞清楚 我们偏重是什么意思 偏重是什么意思 我们先来说偏重 偏重为什么就能灵活呢 我们说松成松成 我们松成了 那么 你看 我现在 尤其我们做这个 分角的动作的时候 或者做经济独立的动作的时候 一个腿 一个腿挨地的时候 那么 一个腿挨地的时候 我们 这个时候 它就会很灵活 不会倒 那么 偏重则智 如果你偏重了 你就会怎么样呢 就停字 就是呆字 它不灵活 它就会倒 那么 我们找这个感觉 什么是偏重 什么是偏诚 大家要注意一点 不要去 钻那个字 要找感觉 什么感觉 那明格聊太极 那明格练五十多年太极权 用自己的白话来解释这个问题 明格聊太极 谈实不谈虚 不谈理论 我们谈实际 那么我们就用一个方法 来找到这个综合诚是什么区别 说偏诚则随 偏重则智 偏诚 我们是我们做分脚的动作的时候 我们一个腿抬起来 我们不会站不住 我们就会很 你看我一个腿 它不会晃 那么这个稳重的时候 而且很灵活 这个是尘 偏重则是呢 当我们这个石腿过时以后 过紧以后 那么它呢怎么样 它就会左右摇晃 用这种方法来找到 诚和重的区别 这是说实际的 不说起理论 经济独立的方法也可以 比如说我经济独立 经济独立的时候 一个腿抬起来 抬起来的时候 你看 我不会东倒西歪 这就是尘 那么你会感到这个重是啥意思呢 就是这个石腿 它是松的 沉重腿是松的 所以它就不会东倒西歪 那么你用这个办法 来找到尘和重的区别 关于松尘 关于偏尘 偏重 这个问题 如果是文章的话 会有很多很多 我们就用这个实际的办法 来找这个感觉 那么这样一找 你就会发现 偏重的时候 它就会东倒西歪 它就会智 停滞 或者说它就紧 那么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这个重 就是你沉重腿也要松 不能紧 一紧它就站不住了 那么沉 就是偏沉 你沉的时候偏沉则水 你沉的时候呢 它就会稳 不会晃 那么这个你重和沉 你就区别开了 用这个方法 说是左重则左须 右重则右摇 那么左重 重我们刚才讲过 是紧次不松 那么左重则左须 那什么意思呢 那就我们感觉 比如说我现在左腿是实的 我们感觉左边站不住了 它重了 我们把它虚下来 这个虚 那么我们就是把它松下来 这个一松下来 我们就能站得稳了 你看一松下来站得稳了 那就是哪一个重 你就哪一个怎么样 就要松下来 那这个重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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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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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重则左须 你左边重了 这个左边重了 重了你就怎么样 就东倒西歪了 你就要这样须 须呢 就是把它松下来 那你理解为这个须 理解为松 那右重则右摇 我右边重了 我的摇 摇是如摇无音讯的摇 木子头 下面放一个日 摇 那么摇无音讯的摇 也就是 你又重着又摇 你右边重了 你站不住了 那你就要什么呢 没有 没有 还是虚 还是要把它虚下来 把它松下来 你就站稳了 你看 你就站稳了 你就站稳了 就不会 不会东倒西歪了 这 用这种方法 找到重 成 的意识 把重和成的意识 搞清楚了 那你得偏 什么 双重则智 什么 左重则左须 右重则右摇 那你就懂它的意思了 懂了就行了 不用去追究它的字面 它的定义 不用去追究它 民歌辽太极在这个 以前 特别是最近 每天我都在说 这个问题 我们就 讲实际的东西 不要去追究 那个字面的意思 那么 你就用我刚才讲的方法 分角动作和 经济独立的动作 来找到 重是啥意思 来找到 成是啥意思 这时候你就会把它分开了 这一分开 你就会把这个 把这个 左重则左须 右重则右摇的含义 就搞清楚了 一个方法 就是 一分角动作 我放后一点 你看 分角的动作 你看 这太实了 太实了 那你这个就站不住了 这就是重 那么我们 右重 这是右边 右重则右摇 摇没有 也是虚的意思 那么我们把它虚下来 虚下来就是把它松下来 一松下来怎么样 你看 它就不会晃了 这个腿就不会东倒西歪了 那么 你找到了 你得到了 就会了 就行了 偏重则至 这个偏重是啥意思 就是你 你这个重 你紧了 没有松 没有虚 左重则左须 你左边重了 你看 站不住了 虚掉 把它松掉 松掉 你就 你看 它就稳了 它就晃了 左重则左须 右重则右摇 的含义 就是这样 那么明格聊太极 谈死不谈虚 你不谈理论 所以你就用我刚才讲的 经济独立和左分角 右分角的动作 来找到 成和重的区别 偏成则随 那么你要偏成 是成不是重 你就会怎么样 你就会灵动 你灵动了以后 它就不会东倒西歪 不会东倒西歪 那么也就是松 虚和成 其实呢 都是一个感觉 都是一个感觉 你松了 它虚了 它成了 天成则随 你就随了 就随和了 就自由了 它就不会紧了 偏重则智 你一重 就是紧了 重了 它就智 三点水 给海带的带停智 它呆智 呆智 它就不动 它一不动 它就会 东倒西歪 偏重则智 左重则左虚 右重则右咬 只是解决它的方法 你感觉到左边 左边重了 你就把它虚掉 松掉 右重 你右边重了 你就把它也松掉 也把咬 其实咬音讯的咬 也是没有的意思 也是虚 也是松的意思 这样你就会找到 它的感觉了 好 你就用我的这个 经济独立和分角的 这两个动作来检验 来体会重的意思 成的意思 你对这个 王忠岳的权论 这句话呢 就有一个身体上的认识 不要用语言去给他下定义 好 关于偏成的问题 我们就回复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欢迎大家转发 点赞 收藏 关注 谢谢大家 明天再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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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